由于我们受到的美国的这种不公平的制裁的影响 确实对我们的手机的业务是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这点实际确实说是这样 2019年华为被川普政府列入出口黑名单 该禁令使华为的手机业务受到巨大压力 2020年11月 华为将其廉价智能手机业务出售给代理商和经销商 以维持运营 目前没有迹象显示 关对华为的限制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近期呼吁美国政府采取新政策 确保禁止华为和中兴通讯设备进入美国电信网 据大陆媒体报道 华为通过收购训联致富 拿下了支付牌照 这意味着支付宝 微信支付多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也被视为针对马云和马化腾的又一挑战 在5G这一块被重创以后 现在不管是哪哪块有亮光它都会去 因为要解决这个存活下来的梯 所以现在它竟然就是进入到这个行动支付 因为这它是阿里巴巴 马云和腾进的马化腾 这二马的这个市场 政府是会在后续会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因为我们都知道 华为有很强的军方位置 李恒青认为 华为进入到行动支付领域 下一步极有可能瞄准中国人民银行 正在推出的数字人民币 但他估计 数字人民币只能在国内内循环 很难拓展到海外市场 新唐记者林岑欣 刘芳 蔡博报道